鼠山國小為了展現藝材班孩子們所學成果 也趕在畢業前戲 帶領孩子們在竹山燕業館辦理 羽翼畢業成果展 要請民眾在5月16日前都能夠兼容觀展 藝術才能班的畢業展 從今天到5月16日 那這小朋友這一次的主題叫做羽翼 那羽是羽毛的羽翼 藝術的藝 那當然他有一個因藝的就是說羽翼豐厚 小朋友經過四年的學習 那慢慢的在藝術方面展出他的才能 那也是我們對他們的一個期盼 那這段時間我們小朋友 也花了很多的時間來做一個準備 那希望有機會的話 有歡迎各位來這邊竹山燕業館這邊來參觀 只是展出作品精彩豐富 都在在顯示了班學成效 家長們也相當肯定 校方指導孩子們的用心 所有的作品都讓人眼前為之一亮 很感動 當然這也離不開學校 還有所有的老師家長們的共同關心 這是分不開的 最後祝我們的竹山國小藝材班越辦越好 透過竹山國小藝材班 羽翼畢業成果展 也帶動地方藝文風氣 仙韻也好邀請民眾前來觀展 他一連串展覽的這兩個禮拜的期間 相信其實對於我們竹山的一個整體的藝文的發展 他也都非常的棒 那所以說也特別邀請許多的鄉親好朋友 可以共同來這邊看一下我們這些許多同學 很不錯的作品 再來能讓我們大家其實合家的在週末 不管在平日還都一起來享受一下這樣子的藝文之旅 先議員蔡孟兒看到孩子們展現的作品 也肯定校方辦學的用心 並期許能為地方培育更多藝文人才 謝謝我們竹山國小 校長及老師們 這麼用心 夠來讓孩子的 畢業成果 在這邊的呈現 讓孩子也能夠 肯定自己的學習成果 在此我們也 希望我們竹山國小的 玉才班 日後能夠發展得越來越好 越來越棒 讓我們孩子的學習成果 越來越豐碩 議長何勝峰 相當肯定校方辦學的用心 將一彩班的孩子們培育得這麼優秀 畢業作品都相當有特色 也要請民眾能夠前往觀展 給予鼓勵 記者盧玉凱 竹山採訪報導